害怕节节恶变 记住五句话 节节自然好得快 现在很多人检查出了甲状腺节节 乳腺节节 由于对疾病不了解 就会在网上搜资料 而网络上的信息 很多都是为了流量而编造的 内容欠去科学依据 为了大家的健康 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接下来五句话 节节患者一定要记住 第一句话就是 发现节节呢 早晚都要去切 否则拖着容易癌变 这是不对的 90%以上的节节都是良性的 而良性的节节一般很难恶变 查出节节不要轻易的去切 体质不好的人 切了之后可能还会再长 而且我们的乳腺组织 甲状腺组织 肺组织都是不可再生的 缺一块就少一块 您千万要慎重 第二句是 最近很多粉丝朋友在问 说节节患者不可以吃鸡蛋 要不然会加速恶变 这是错误的 大家可以放心的吃鸡蛋 鸡蛋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食物 富含优质蛋白质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不过适量就好 成年人一天一到两个鸡蛋就足够了 第三句话就是 三类的节节必须要做手术 这也是错误的 虽然三类节节有一定的恶性概率 但是这个概率低于3% 有97%以上都是良性的 第四 长节节的朋友 苦日子终于到头了 农村不起眼的这种野菜 它竟是节节的大颗星 它就是蒲公英 蒲公英是一种很常见的中草药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它被称为是药草皇后 咱们可以把绝民籽 枸杞 甘草 菊花 蒲公英 菊皮 质子 牛蒙根 把这些放在一起 用开水冲泡5分钟 我们每天喝一杯 坚持一段时间就能看到效果 如果嫌麻烦的家人 在左下角的小黄车 有配好的成品 这是咱们北京同仁堂的 蒲公英 菊花 绝民籽茶 草本植物 它全部经过高温烘焙 大大的去除了寒气 很适合各种体质的人群去饮用 这一大包里面有30小袋 我们每天拿出一小袋 用开水冲泡5分钟 泡好之后 清澈透亮 茶香四溢 入口干纯 一定要坚持喝 现在有活动 买二送一 到手整整三盒 非常的划算 下方的小黄车 给大家安排好了 一定要拍一下 来试试